- 中古一百選 - 我是福瓜哥 - 我是潘JJ - 我是蔡斯汀 - 今天我們來到陽季 - 超啊粿 - 超好吃的喔 - 這家店開了60年了 - 對啊 對啊 - 真的從小吃到大 - 然後以前沒有裝修的 - 怎麼會有這麼漂亮這樣子 - 但是因為最近鹿野變成一個 - 非常熱門的觀光景點之後呢 - 這裡就紅了 - 每一個到這裡鹿野來玩的客人呢 - 一定要來這邊吃一個插蛙粿 - 今天我要吃紅豆的 - 紅豆的 - 蜜汁 - 芝麻 - 那我就吃一個插蛙粿 - 開吃 - 鹹的 - 紅豆是自己熬的喔 - 好好吃喔 - 超啊粿是很傳統的一種粿耶 - 裡面就是有薄薄絲 - 然後有菜脯 - 還有一點 - 紗米 - 還有豬肉 - 芝麻 - 料多 - 以前我們小時候吃的都是 - 料一點點的 - 料超多 真的 - 吃這個芝麻 - 一點點甜 - 它甜而不膩 - 不像說有些的話 - 吃下去很甜甜到膩這樣 - 吃過之後你就會知道 - 什麼是真正用那個 - 這個台東米做的 - 貴 - 欸真的很Q耶 - 這個不是本做的外皮 - 這個是米做的喔 - 手工模的 - 溫菜包 - 裡面有蝦米 - 有芹菜 - 有芹菜喔 - 我很好吃到 - 特加菜包裡面有包芹菜的 - 有啊 - 它那個芹菜的味道蠻多的 - 除了有賣超越粿之外 - 還有賣肉掌 - 料很豐富耶 - 菜脯蝦米 - 還有一個瘦肉帶肥 - 免肥的豬肉 - 盤子有個特色 - 陸野地區農會競鎮 - 這裡陸野的每一戶農民家裡面 - 都有盤子或碗喔 - 上面會寫陸野地區農會競鎮 - 超實用 - 我家人就用了30年 - 30年內 - 我家現在的碗 - 到現在還是陸野地區農會競鎮 - 老闆娘是從河南 - 對 河南來的 - 河南 - 已經來很久了對不對 - 21年了 - 這個超蛙粿啊 - 還有這個紅豆 - 它的外皮是你們自己磨的嗎 - 對 - 就是用糯米自己磨成薑之後 - 然後做的 - 對 對 對 - 我們台東的米好吃啊 - 真的齁 - 我們華東這邊的米很好吃啊 - 然後這個不是每天都要磨嗎 - 對 每天都要做 - 你等於做的時候每天都要自己 - 都要做 - 那你6點 - 6點就賣欸 - 對 - 因為我們有的像磨米這些東西 - 而且都是前一天晚上都要準備好 - 冬天的話4點多就要起來了 - 就要起來了 - 啊夏天3點就要起來了 - 哇塞 - 超厲害的 - 我們鄉下人都比較勤勞 - 都很早就起來啊 - 他們都買來做早餐的 - 他們都買來做早餐的 - 我覺得這個做早餐很棒欸 - 最推薦那個燙蛙粿是必吃 - 然後還有什麼紅豆也好好吃喔 - 對 那個餡料都是我們自己炒的 - 一吃就吃到完全跟那個外面賣的不一樣 - 那個紅豆 而且不甜欸 - 對啊 不用說很甜 - 因為現在大家都要養生 - 要養生的概念 - 對對對對 - 所以我們來鹿野呢 - 永安千萬不能錯過 - 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們呢 - 請幫我們訂閱 - 按讚 - 分享 - 開啟小鈴鐺 - 開啟小鈴鐺